你好,欢迎来到二月读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文案之道》 在这个媒体发达的时代 会写文案是我们每个人的需求 将人写文案的书也不少 不过,这本《文案之道》的内容别具一格 它不是出自一人之手 而是汇聚了全球 32位顶尖文案大师的写作心得 这本书的出品方 尽力邀请到了那个时代最顶尖的文案大师 请他们讲讲《行走江湖》这么多年 赖以谋生的《文案创作心法》是什么 而后将大师的自白绘编成了这本书 这本书并不是一本新书 它的最新中文版出版于2023年 而最初的英文原版出版于1995年 这些大师也并不成名于当下 而是成名于20世纪60到80年代 不过,他们的来头都不小 他们中,有位苹果公司创造了经典电视广告 1984的史蒂夫海登 有位奢侈品牌百达斐利打造出那句传世文案 没人能真正拥有百达斐利 只不过为下一代保管而已 德蒂姆雷尼 还有很多人 我们可能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 他们来自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亚洲 各个都有封神的文案作品 可以说,这本书是一座汇集了顶级文案大师智慧的宝库 而且,谈的都是最底层的方法和原则 到今天依然有学习价值 直到现在,这本书依旧是广告从业者入行的必读书 不过,你要是初翻开这本书 可能会觉得有些迷茫 书中的案例大多发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现在我们再看,可能觉得陌生 而且,这本书的编转方式比较直接 是吧,三十二,为大师的观点和作品并列展示 我们在初接触时,有些难以找到入手点 因此,本次解读 我会对原书的脉络、材料做一些调整 主要做三件事 第一,剧类 将大师们的讲述按照观点和主题进行分类 让思想脉络更清晰 第二,高亮 特别关注多位大师共同提到的观点 这些观点被多位大师强调 重要性不言而喻 第三,增补 在观点中融入现实案例 正好,我们公司就是一家做内容的企业 我将结合我个人的工作经验 和我对同事们的观察 为你提供一些实际感受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踏上这场文案创作之旅 我将大师们的观点按文案的创作步骤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关注文案写作前 应该如何做准备 第二部分,我们探讨文案写作中 有哪些文案要素和写作原则 第三部分,我们掌握文案写作完成后 有哪些创断文案够不够好的小技巧 好,假设咱们现在就要准备写文案了 先问你一个问题 请问,什么时候正式动笔呢? 是有灵感了就写两句 还是等到资料准备到一定程度了 再动笔 你可以回想一下自己的写作习惯 我一般是资料准备到七八成时 就动笔写了 边写,边改,边补充资料 但是,这本书的观点着实让我心头一惊 有六位以上的广告大师强调 要严格压抑你动笔的欲望 直到你掌握了所有的资料 甚至完全想清楚了写作思路 才能动笔 我们选择一位大师 埃德·麦凯布的语录 展开来谈 埃德·麦凯布 是当年美国广告文案名人堂榜单 最年轻的上榜者 他说 当我处于像海绵般疯狂吸收信息的空杯状态时 情色或者金钱都无法诱惑我拿起铅笔 还有 我早就养成了一种除非我对一切有所了解 否则绝不写作的习惯 你看 这都是在说 一定要等搜集到全部的信息后 再动笔 埃德·麦凯布还表示 仅仅将资料搜集完整 还不够 在动笔前 你甚至应该把写作思路清清楚楚地想明白 他说 思考的时候 我就不工作 工作的时候 我从不思考 还有 当你准备开始时 你应该处在一种后继薄发 自然倾泻的状态 这都是在强调 在动笔前 你应该已经想明白要怎么写了 这就很奇怪了 写作灵感本就来之不易 为什么不趁着热乎镜写下来 非得等到一切完备清晰的时候 才动笔呢 从大师的讲述里 我发现了这么两个原因 第一 拉长准备阶段 让激情退去 理性回归 才能让思考更充分 准备更充足 埃德·麦凯布说 写作是 我激情澎湃 气吞山河 甚至还有点癫狂 但在动笔前 我辛苦耕耘 步履艰难 严格自律 并呕心沥血 激情在规划阶段 没有一席之地 他的意思是 在准备阶段 需要理性规划 严谨细致 过于激动 反而会让资料准备不充分 努力程度不够 埃德·麦凯布 还做了个精巧的比喻 写作就像打靶 有预备、瞄准、开火等流程 预备花费一秒钟 开火只需一瞬间 但最关键的瞄准部分 却似乎没完没了 你得眯着眼睛 聚焦 保持稳定 并且 当你认为 自己已经瞄准红心时 因为不小心晃了一下 你不得不从头再来 尼尔·法兰奇则表示 为了抵御 立刻动笔的冲动 我会轻砸一口红酒 醒来后 我任由思绪奔涌 凡是小睡之后 还存留下来的东西 自然是值得铭记的东西 被我忘掉的东西 没写下来也无伤大雅 尼尔·法兰奇 被称为文案之神 曾任澳美全球执行创意总监 被很多中国的广告人 视为自己文案路上的领路人 他的这种做法 是在用时间的沉淀 来帮助筛选和判断 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 再来看第二个原因 集中尽力一气呵成的写作 才能让文章形成连贯的气势 这本书的开篇大师 戴维·阿伯特表示 动笔之前 我会花大量的时间调研 直到不土不快 方才下笔 在我看来 如果写到一半 还需要去调研 就很难写出一气呵成的文案 想想也是 如果我们写一会儿 停一会儿 思路断断续续 文气也难以连贯 而当思路经过反复琢磨 在脑中拼成完整的拼图 最后奔涌而出时 整篇文章会呈现一种流畅 连贯的整体性 不过 能做到轻易不动笔 一提笔就一气呵成 需要不断练习 咱们可以一步步来 在这里跟你分享 我们公司的一点幕后趣事 得到头条第一季的主理人 徐玲老师 第二季的主理人 李楠楠老师 就坐在我的对面 久了 我发现了一个 他们写作的小秘密 他们敲键盘的声音 跟别人不同 别人敲键盘 是敲三下停两下 断断续续的 但是他俩的声音 却是咔哒咔哒咔哒咔 流畅连续 几分钟都不会停 偶尔短暂停顿 接着又是长时间的 咔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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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加上他俩用的 都是机械键盘 那声音真的像两把 所向披靡的冲锋枪 其实 流畅有力的声音 彰显的是 他们的写作方式 很显然 他们在动笔之前 已经对整篇文章 有了清晰的构思 他们其实就是在践行 那句直到你处在 一种后继薄发 自然倾泻的状态 才动笔 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 动笔之前 得先有灵感吧 那灵感如何产生呢 很多人坚持 文案教不会 因为文案技巧能学 但是灵感的产生没法学 但是在这本书里 多位前辈 分享了激发灵感的 具体动作 首先 有超过四位前辈 提醒我们 要离开办公室 多去观察世界 多去和人交流 比如 约翰·贝文斯 26岁就担任 悉尼澳美创意总监的 广告人 他说 写文案就是 甘做着苦思冥想吗 我不这么认为 为新西兰旅游局 写广告时 我如果选择 甘做着苦思冥想 就不会亲自 前往新西兰 信步走在 昆士敦的深街小巷 寻找灵感 后来我在一块 门牌上找到了他 其实 这块门牌上 写了四个字 叫要请小心狗 这引发了 约翰的思考 在他的国家 门牌上通常写的是 入侵者将遭枪击 为避命者将被指控 为什么新西兰的警告 仅仅是小心狗呢 于是 他灵感大发 写下了一篇 特别有名的 新西兰宣传文案 我节选一段 咱们一起听听 这算是什么恐吓呢 请小心狗 当你从一个 充满敌意的世界 来到这住上几天之后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 你会对同伴们说 你知道吗 这儿的人们信任彼此 简直闻所未闻 在这样一个满世人间奇景 温泉 冰山 甚至还有一种 完全不同的绿色的地方 更令人惊奇的 就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 你看 出门时偶然遇到的一个门牌 激发了约翰从信任感的角度破题 当我们走出门 会有很多意料之外的信息 涌入眼帘 不知道哪一条 就能激起我们的灵感 还有一种说法是 出去走走 不只能见事物 还能遇到人 从而被人点亮 约翰·贝文斯 还有一个奇遇 他为医疗福利基金会 写广告时 民思苦想 也没有灵感 于是 他就离开办公室 出去参加活动 没想到 偶然遇上了一位医生 这位医生顺嘴说了一句 有一幅名画 就描绘了乳腺癌 好像是达芬奇画的 约翰一下子大受启发 以这幅画为起点 写下了这篇文案 文案的标题 极富冲击力 是这么写的 对艺术爱好者而言 这是一幅古典名画 而对一名医生来说 这是一个典型的乳腺癌病例 这个对比是不是很鲜明 最后 我还是引用几句前辈的话 来做个小结 他们说 我知道 在我们这个封闭的小圈子里 没有多少人愿意和圈外人交往 所以更要走出去 去观察 围绕主题 跟别人讲讲故事 开开玩笑 你也许能从意想不到的角度 找到破局之道 好 咱们再来看第二点 有超过三位大师都叮嘱我们 要随时随地留意 并记下有启发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 埃德·麦凯布用了浪漫主义的表述 我把文案写在鞋底上 写在朋友和恋人的皮肤上 写在自己的手掌和脚背上 写在陌生人的衣服上 每当我有灵感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样的想法 我都会把它记下来 这种冲动无穷无尽 还有前辈分享了自己神奇的经历 有一回 他听到朋友咆哮 你怎么开车就跟跟车友仇似的 他觉得这个表述很特别 立马记了下来 后来 他将这句话 融入了沃尔沃汽车的广告语里 写了这么一个表题 像讨厌他一样驾驶他 你看 这是一种非常别致的逆向思维写法 能想出这个主意 不因为广告人多没有创意 而因为他用心聆听 并且注意记录生活中的细节 我听说 蒂姆雷尼 也就是为百达斐利 打造出那句传世广告语 没有人能够真正拥有一块百达斐利 你只不过再为下一代 保管他的文案大神 到哪儿都带着一个小本子寄东西 我没亲眼见到 不过我身边确实有人这么做 这个人 就是我们得到的 CEO托布花 在平时开会的时候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花姐手里 握着一个贴满了 花花绿绿标签的小本子 有一次 花姐在得到知识城邦里 分享了她的心得 她说 特别建议职场人 都准备一个中号尺寸的六个环的火叶本 用来随时随地做记录 这个中号有多大呢 就是冬天的一个羽绒服口袋就能装得下 夏天女生的小包也能塞得下的尺寸 因为是火叶的 你可以往里塞各种尺寸的纸 用来记录不同类型的事 比如读书的时候 开会的时候 你可以随手把感兴趣的东西记下来 听完这本书 咱们可以立即行动起来 在自己的口袋塞一个本子 一旦有个小想法 或者听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 不要让它溜掉 立马写下来 以后可能用得上 说到笔记本 就得说到下一个激发灵感的妙招了 有超过四位前辈表示 他们很在意写作用的工具 书中有不少对写作工具的表述 比如创作文案时 我习惯用雅力2000.4毫米细字笔 只用蓝色墨水 不用黑色 通常用A3 纸 偶尔换成A4 还有 遭遇思路阻塞的时候 我也会重新用回粗笔和大致 在想不出任何点词的时候 调整一下创作的过程 或许能够带来思路的转变 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还挺惊讶的 不是有个说法叫 创生文句多吗 不是说 在高手眼里落叶飞花 皆是兵器吗 看来 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即使是高手 也有一派非常注重写作的工具 我想 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器物 跟他们的写作状态建立了联系 就像是一个状态启动开关 通过使用这些工具 他们能迅速进入写作状态 反之 如果过于熟悉 变换一下工具 也能促进自己换个角度思考 好 准备工作做完了 咱们正式进入文案写作的环节 你对这一部分的期待是什么呢 是带走一些拿来就用的写作公式和技巧吗 但是 在对大师们的言论进行总结后 我发现 他们几乎没有提到具体的技巧和公式 他们谈的是更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文案写作的基本原则 而且 这些原则质朴无华 首先 我想特别请你重视第一个原则 在 三十二 魏大师中 有超过八个人都强调了这一点 可以说 这个观点是全书最大的共识 不过 这个观点一点都不惊艳 反而简单到让你意想不到 那就是 文案要尽可能浅显一斗 这个道理真是再简单不过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前辈强调呢 因为 想做到浅显一斗 还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容易 在书中 我看到这么一句话 沉迷文字游戏 是习惯使人 我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 文字游戏虽然容易打动同行 却会让受众费解 这是在提醒我们 受过文字训练 有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 会让我们习惯在文案中 加入过多技巧和修辞 我们反而需要花时间 把这些技巧去掉 回归浅显和直白 比如 有超过八位大师强调 要慎重地使用双关 双关就是用一句话 或者一个词表达两个意思 比如 有句广告语叫小鸭小鸭 顶呱呱 这个咕咕既是指小鸭的叫声 也意味着对产品的夸赞 但是 双关用多了 有卖弄小聪明的嫌疑 比如 我的枕头能让您高枕无忧 高枕无忧是有负面意味的词 在这里用就弄巧成桌了 再比如 帝姆赖利 嘎那金师奖的获奖者强调 描述物品时 不要故意用陌生词汇 是什么 就是什么 他说 悬架就是悬架 不是什么运动缓冲系统之类的东西 不知道在听到这么多前辈 都强调文案要浅显之前 你心里有没有一种顾虑 我不是学中文的 写不出那些精美的词枣 我是不是品位不够高呀 我是理工科背景 或者我小时候语文也不出色 我能写好文案吗 今天你可就听到了一个好消息 华丽的词枣和修辞 本就不是必须 文案最重要的是要浅显易懂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探讨两个原则 理解起来可能有一些挑战性 我先抛个问题 一篇好文案中 最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什么 书中有很多个答案 有前辈强调 事实不可或缺 事实比空洞的主张更有说服力 比如 有一个银行卡的广告 文案是 泡杯茶要多长时间 大概和开好一个 9%利息的活期账户差不多 你看 这个句子只说了事实 就很有吸引力 还有好几位前辈强调 在广告中注入情感很重要 所有真正伟大的广告 都散发着真诚的人情味 你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灼热的呼吸 这一点我们也有共鸣 有一些以亲情为主题的广告 全篇都没有出现产品 只在结尾露出 logo 也会让人印象深刻 还有人说 寻找一个切入点 让客户生活的狭小天地 与世人真正关心的宽广世界产生联系 比如 纸旱路不是为了保持干爽 它们象征着被爱 电脑不意味着完成更多工作 而是宣扬某种权利 说这话的是史蒂夫海登 正是他为苹果创造了经典广告1984 你看 关于文案的必要要素 有这么多的答案 事实 情感 跟更大的事物链接 这正说明了文物定法 文案的组成要素是多变的 但是请注意 有一个元素 有超过七位大师强调 是每一篇好文案必备的 它的必要性 要超过我们之前提到的所有要素 这个元素就是 特定的叙述语气 也就是 你用一种什么样的语气 对消费者说话 一个好文案 必须找到特定的叙述语气 语气对了 文案的味道就对了 这听起来挺玄乎 什么是语气呢 怎么找呢 我们依然从前辈们的话里找答案 有人建议 要像给一位久未谋面的叔叔 写信那样写作 还有人分享 在我的脑海里 会形成一个 关于这篇文案的读者群的画像 我会想象一个具体的人 可能是朋友 邻居 或者其他与受众关系紧密的人 这样 我就能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 来写文案 像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咱们提炼一下重点 当你想象一个具体的说话对象 对他自然而然的说话时 语气就自然流露出来了 这个他可以是用户 也可以是你想象出的一个人 但是他的具体 得有血有肉 说到这里 我们也能理解 为什么语气很重要了 语气赋予了文案对象感和针对性 通知公告没有对象感 所以他们给人感觉冷冰冰的 不打动人 有了对象感的文案 才能真正被人听到心里 那么塑造叙述语气 只找到说话对象就够了吗 有前辈 有不同观点 有人分享 写作文案时 我会想 我应该听起来 像是站在遥远讲台上 夸夸其谈的幕后大佬 还是火车上 和睦友善的临坐男孩 还有前辈说 一旦我在脑海中确定了 那种傲慢的 管家式的语气 这些文字就脱口而出了 提炼一下重点 当你找到自己的人设时 比如一位幕后大佬 或者是傲慢的管家 语气就自然来了 总结下来 就是一句话 确立叙述语气 你要想好你是谁 以及你在对谁说话 只有把这点想明白 特定的语气 就自然地流淌出来了 书中正好有两个 大众汽车的宣传文案 出自一人之手 语气却迥然不同 咱们来思考一下 在这两个文案中 作者分别设定了 怎样的语气 以及对应的人设 和说话对象是谁呢 来听第一个文案节选 我们是不是把气修工 逼得太紧了 从最不起眼的电插头开始 一直到复杂高级的电子系统 他要把每个零件拆开 再一个个装回去 你看 这是两个管理者之间 悄悄话式的闲聊语气 来听第二个文案节选 大众奉行 人先于车 在保护你的家人安全方面 相信我们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阻挡大众的努力 你看 这是一个大意凛然的 行业领军者 正在对消费者下 承诺的语气 语气不同 同一个产品的宣传文案 是不是风格完全不同 哪一个比较打动你呢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文案原则 刚才我们关注的问题是 好文案最不可或缺的要素是什么 答案是特定的叙述语气 我再问一个问题 好文案中最应该隐藏的要素是什么 奇怪了 是要素 又得隐藏 会是什么呢 我先揭晓答案 逻辑 文案的逻辑很重要 这点无需赘述 有位前辈说 如果说写文案有什么秘诀 那就是将信息按照正确的顺序写下来 如果我能把握好这一点 文案写作就会遵循逻辑 如行云流水般铺陈下去 但是 逻辑是否应该让读者感受到呢 一位大师说了这么一句话 要注意隐藏论述的逻辑过程 常文案一定要有逻辑 但常文案最继过度展现逻辑 很多时候 逻辑是精彩的反义词 这句话来自戴维阿伯特 这本书的开篇大师 我不知道这句话 会不会对逻辑力很强 很擅长在文章中 使用逻辑的朋友 造成一次冲击 毕竟 逻辑会让文章结构清晰 紧密严谨 为什么要隐藏呢 细想一下 原因也不难理解 我们写文案 不是为了表达自己 而是为了打动用户 如果文案过于强调逻辑 容易给人一种讲道理的感觉 引起用户抵触 所以 隐藏逻辑痕迹 可以让文案更贴近用户的情感 我曾经听到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位创业者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他的导师是一个印度人 很多人说 印度人在美国硅谷混得很好 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他们特别会表达 讲话很有感染力 这位创业者就暗暗观察他的导师 想搞清楚 他们表达好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终于被他找到了 印度人在硅谷特别擅长线性讲故事 也就是不管多复杂的事 都只用一条线来表达 比如 一般人说个事 会说 我来讲五点 你看 这就是上来就给了一个并列逻辑 但是印度人在硅谷演讲 会用一个问题开头 讲这个问题衍生出第二个问题 再衍生出第三个问题 最终形成一个线性的故事 把逻辑隐藏起来 悄悄把自己想说的道理说了 下回写文案 咱们可以做个小字查 当我们用了并列逻辑 我们可以进一步想想 能不能把并列改成线性 当我们的并列逻辑下 还有小点时 能不能想想 把小点提上来减少一个层级 当我们用了因为 所以时 我们是否能想想 用一个故事来代替因果逻辑呢 好 接下来 咱们进入最后一个部分 我们来说说 文案写作完成后 有哪些判断文案 好不好的好方法 这部分提到方法简单一懂 而且立马就能用起来 首先 有超过四位广告大师建议 可以大声朗读文案 来检查文案是否顺畅 有人说 当快要结尾时 我会用别角的美国口音 大声阅读 来检查文案的节奏和韵律 还有人说 大声朗读文案 请你务必这么做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法 能够更好的暴露文案的弱点 和尴尬之处了 还有三位前辈建议 文案要和演员 这听起来很奇怪 文案又不是图片 和演员是什么意思呢 有前辈分享 出于某种原因 在纸面上看起来挺不错的文案 通常读起来也不赖 我惯用的一个伎俩 就是站在远处 审视打印好的成稿 直到因为盯得太久 而认不出字 它是否平衡 会不会有段落 看起来过于冗长 或者太沉闷 简而言之 它看起来和演员吗 看来 好的文案 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 在视觉上 也是和谐匀称的 用视觉判断文案好坏 这是一个新颖的角度 咱们可以试试 再来看第三点 有两位前辈建议 暂时放置文案 过一段时间 再回头看看 一位说 我觉得最有用的方法 是放一页再看看 另一位则表示 令人惊讶的是 经过从晚上 六点到次日早上 九点的时间沉淀 再好的内容 看起来竟然也显得 如此愚蠢 这是利用时间跨度 来帮助我们 用更加客观的眼光 审视自己的作品 避免盲点 以上观点 都是在强调 写作者的个人努力 还有一类建议是 要寻求外部视角的帮助 吉姆德菲 本书收录的文案大师之一 说 每个创作者 都需要一个专业的编辑把关 如果你已经找到 一个好编辑 就请好好地 维护彼此的关系 如果暂时 找不到编辑怎么办 有个简单的方法 在脑海中想象一个 另一位文案大师保罗说 我会想象有一个编辑 用刺耳的声音 冲我大喊 我可不管你 是不是某某某 你就直说吧 其实 不管是找一个编辑 还是在头脑中 想象一个编辑 都是在告诉我们 判断文案好坏 不能闭门造车 要寻求外部视角的帮助 好 到这里 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就为你解读完了 我们按照文案创作的不同阶段 将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文案写作准备阶段 文案写作阶段 以及文案完成阶段 文案准备阶段 什么时候正式动笔 大师们的建议 有点反常识 不是有灵感的时候动笔 而是压抑动笔欲望 等到资料完备 写作思路清晰后 再一气呵成 怎么做才能产生灵感 大师们分享了三个具体动作 包括要离开办公室 多去观察世界 以及跟人交流 随时随地 把有意思的东西记下来 以及选择趁手的写作工具 文案写作阶段 我们梳理了 得到多位大师认同的 写作原则 一共有三个 分别是 文案要浅显易懂 文案要有特定的叙述语气 以及文案要隐藏逻辑 文案写作完成阶段 有四个拿走急用的方法 帮你判断文案写得好不好 第一 大声朗读文案 第二 用视觉上是否和谐来判断文案 第三 把文案放一页再看看 第四 寻求外部视角 找个好编辑 我也为你准备了一张脑图 汇总了我们今天讲到的所有方法和原则 我把这张脑图叫做定海神针清单 因为这凝结了众多大师的智慧 是文案创作的基本 欢迎你保存下来 以后写文案的时候 可能用得上 好 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请给我们点赞 收藏鼓励我们 你也可以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的朋友 恭喜你 又了解了一本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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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